江夜中的夫子是如何知道宁缺是穿越着的 荒原之战结束后 夫子带着宁缺和桑桑吃遍全世界 然后又带着两人泛舟击北黑海 这段时间夫子和宁缺探讨了这个世界的很多知识 宁缺也向夫子解答了很多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知识 比如宁缺就告诉过夫子 江夜世界可能是一个莫比无私环 随着两人越聊越深入 夫子有些感慨的说道 魏光明在桃山上看到长安城里有一个生而知之的小男孩 我自然也看到了 他认为你是冥王之子 我并不这样认为 但我确实想不明白 世间怎能有生而知之的人呢 直到最近的这些时日 我终于确定原来你不是浩天世界的人 你来自另一个世界 宁缺是穿越者的事实 虽然一直没有被提起 但夫子和他却早已默认 夫子继续说道 我暂时没有找到战胜浩天的方法 你小师叔没有成功 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人成功过 那是因为这本来就是浩天的世界 虽然我已经是人间最强 但这里终究是浩天的世界 它是世界的规则 越武境的修行者能够拥有自己的规则 但那些规则始终是在世界本源的规则之下的 至于我虽然可以无视浩天的规则 做到无举 却无法超脱佛陀说过的因果 但你不是浩天世界的人 至少你的灵魂 你的思想 不是这个世界的原生物 如果这个世界是一个生死光明循环的死局 你从局外来 那么你就是那个破局之人 正如佛陀涅槃前预测的那样 人间最近的这一次永夜和以往发生过的每一次永夜都不一样 这次永夜中 浩天不仅会降落凡尘 同时人间还有夫子这位无举的修行者 还有宁缺这个从外来时空的穿越者 所以让这次永夜比以往的任何一次都更有趣 夫子望向天空 仿佛知道了自己的使命 他有些期待的说道 万古长夜生明月 那画面想来一定很美 江夜中的夫子在登天时刻 是如何一脚踩死之手冠后山的一堆道门圣人的 书接上文 浩天与夫子早已相看千年 浩天为了找出夫子 降下分身 构下天算之局 为的就是引出夫子 将他邀到天上一战 对于这一战 浩天也表示 其实我也没有信心战胜你 夫子登天对人间来说是足以被载入史册的大事 于是整个人间的无数强者 都恭敬无比的跪在地面 不停的重复着一句话 恭请夫子显生 夫子管理了人间千年 人间的强者们其实早就厌烦了夫子的存在 指手冠后方有座山 随着夫子登天 数十道或沙哑或尖锐的笑声 从洞窟里传出 穿透青藤向人间而去 这座青山以窟里住着很多道门强者 其中绝大多数都已经是知命境巅峰 甚至有几个人已经超过武境 成为传说中的存在 他们或以重伤或以重残 一半人是伤在书院柯浩然的剑下 另一半则是伤在当年夫子登桃山展花仪中 书院是这些道门掩饰强者的噩梦 柯浩然虽然很多年前便遭天诛而死 今日夫子终于显胜登天 人间再也没有任何力量 可以让他们感到恐惧 他们觉得终于迎来了重见天日的时刻 所以他们痛哭 他们欢笑 他们放肆地释放着自己的气息 向人间宣告自己的强大 他们太过放肆 那些强大的气息不止向人间四处散播 甚至快要触到天穷之上 但他们似乎忘了此时的天空上还有人 那道高大的身影虽然渐渐消失在无限的光明之中 却还没有完全离开人间 我本不想再管人间之事 但既然你们愿意现身 那便善终吧 随后一只巨大的脚从天空里落下 踩向青山 青山里的笑声骤然变成了 惊步的尖叫与恐惧的呼喊 那只脚落在青山上 青山平 道门也是强者 浸灭 夫子登天后 整个世界下了一场瓢泊大雨 带到雨停 一轮明月出现在夜空里 江夜中的夫子登天化月后 是死了吗 天书明字卷开头写着 日月轮回光暗交融 生生不息自然之理 自然之理为之道 道以言法 法如墨时 夜临月现 佛陀观明字卷后 藏在笔记里写道 日月轮回光明交融 月便应在夜里 然无数借来 万古长夜不见月 夫子便是月 天不生夫子 万古如长夜 夫子化月后其实并没有死 书院经常以阴晴缘缺 来判断夫子在神国与浩天战斗的优劣势 所以他只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在天上战斗 而且化月后的夫子仍然欣喜人间和书院 曾多次以大神通帮助宁缺和人间 在大结局前 灌主手持七卷天书开天 人间热得如同炼狱 最后是夫子发动日食 用月亮挡住太阳的直射 宁缺一刀劈开浩天世界后 无数玉外陨石破空而至 眼看人类即将面对蔑视之战 又是化身成月的夫子 用月球替人类挡住了所有的陨石 遭到陨石撞击的月亮表面不再光滑 很不好看 甚至有些丑陋 但在人们的眼里依然完美 他在人间默默守护了千年 今后大概也会万年一年的默默守护人间 江夜原文说 无举境可能是人类修行能够走到的最后一步 夫子之后 人类大概率也不会有第二个无举 赌徒留给人间留下的最大杀气是七卷天书 手动打开七卷天书 可以取代浩天 而参悟七卷天书 则可以修成无举 天书名字卷中提到了月亮 夫子最后一站登天化月 所以无距境的最终宿命 也许就是化月 江夜的世界 夫子之前没有无举境 夫子之后更不可能再有 因为世间只需要一个月亮 夫子说过 他一生所见的天怒 比所有修行者加起来遇过的都要多 在浩天世界内 浩天无所不知无所不能 他能计算和安排所有 夫子无法做到提前预知而躲避 所以比浩天输了一筹 另外夫子与神国的浩天战斗史 月亮阴缺的时候更多 因此夫子排名在浩天之下 至此 关于夫子的所有故事 全部完结